好 在今天的信息的一开始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喜欢有别人做你的王吗 有没有人喜欢的 这个中外历史上的王非常多 有没有哪个王好到一个地步 你宁可把你很多决定权都交给他 让他做你的王 圣经稍微熟一点的人都知道 在旧约时代 以色列的头三个王 是扫罗 大卫以及大卫的儿子索罗门 索罗门之后 王国就分裂成北国和南国 北国两百多年的历史里 有接近二十个王 有多少位是好王 有没有人知道 零 各个都坏 南国有三百多年 二十几个王里面 也只有少数几位 稍微好一点 其他绝大多数 都行很多的恶事 让大家猜一下 在人类历史当中 武力最强 统治版图最大 列为第一的是谁 有没有人知道 陈吉思汉 答对了 这个我找网上去搜一下 发现是陈吉思汉 你乐意让陈吉思汉当你的王吗 根据网上的资料 曾经统治过多个民族的君王当中 得到最多正面肯定的 是波斯帝国的 居鲁士二世 Cyrus 我们中文圣经有提到他 名字翻作 古列 他给他所统治的各个民族 比较大的空间 包括允许 早先国伯家王 被掳到异国他乡的犹太人 回归有大地 而且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但古列有好到那个地步 让你心甘情愿 交出你的许多决定权 让他做你的王吗 我们中国早期历史 有出过几位贤君 尧顺大羽 如果你今天有选择的话 你会支持恢复皇帝制度 让他们做你的王吗 为什么不呢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跟我一样 除非遭遇非常大的压迫 威胁 自己无力抗拒 我们不会有谁 想要交出生活的决定权 让别人做我们的王的 但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提醒我们 几乎从人类的一开始 一直到今天 所有的人 从一出生 就活在两个坏王的统治之下 请大家打开圣经 翻到罗马书 新约罗马书的第五章 我们今天要读 罗马书的五章12到21 手中有圣经的 尽量打开圣经 你可以方便看上下文 手中没有圣经的 我们才 就只看荧幕 翻到之后 我们同声来读 罗马书 五章12 到21节 请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没有律法之先 罪已经在世上 但没有律法 罪也不算罪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 死就做了王 连那些不与亚当 犯一样罪过的 也在他的权下 亚当乃是那 以后要来治人的预想 只是过犯 不如恩赐 若因一人的过犯 众人都死了 何况神的恩典 与那因耶稣基督 一人恩典中的赏赐 岂不更加倍地 临到众人吗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 也不如恩赐 原来审判是由义人而定罪 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 而称义 若因一人的过犯 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 何况那些受洪恩 又蒙所赐之意的 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 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 如此说来 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因一次的异行 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因义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因义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律法本是外天的 叫过犯险多 只是罪在哪里险多 恩典就更险多了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 照样恩典也接着义作王 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永生 好 请大家先看你手中圣经 或看荧幕观察一下 这段经文提到 哪两个坏王 在哪几节 哪两个坏王 罪和死 在哪几节 十四节 十七节 提到了 这个坏王是死 二十一节 提到的坏王 是罪 我们今天信息要谈的 就是 这两个坏王 统治人的事实 以及 人 如何可以脱离 他们的统治 我们先来谈他们统治的事实 我想如果没有圣经的提醒 绝大多数人主观的感觉是 我活得自由自在呀 哪有什么王在统治我呀 但是没有感觉 不代表这不是实际情形 我们先谈死吧 你和我 有不死的选择权吗 不要说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了 历史上有多少君王 费尽努力 想要长生不死 有哪一位成功过吗 今天就算最有钱的亿万富翁 撒尽了所有的财产 也逃不过 必然死亡的终局 我们自认为 活得自由自在 其实是早已接受了 必然死亡的事实 任何人再怎么样的不想死 都不得不承认 自己毫无决定权 只能接受 在谈罪吧 我们绝大多数人 也同样的主观感觉 自己百分之百 有抗拒罪的能力 如果神不特别光照显明 我们内心的污秽 我们真的不少人 会自我感觉良好 自认为一身 完美如同纯白的纸 不过当我们被问到 这个世界是否充满了 人各式各样的罪 我想我们所有人都会点头同意 看见别人的罪 比较容易 光谈我们每个人 最近的生活圈吧 你的孩子被你骂过吗 你的配偶被你骂过吗 你公司的上司同事 也许你不敢当面骂 但你背后批评过 或在心里低估论断过吗 你的孩子和配偶 都有被你指出可责之处 你自己就从来没有做过 明知不该做的错事吗 你说出明知不该说的话吗 你的家人会遵从你是品格完美的圣人吗 上个周末 我的恩师苏文龙牧师 两个周末前 苏文龙牧师师母来带领礼命更新特会 所有聚会结束之后 我和我的好太太就陪他们 在奥斯丁稍微走一走 大家知不知道这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 你们都知道 我来奥斯丁今年是第十年 多次听人家提过Oasis 我今年才第一次去 我们看完《湖光三色》之后 去那个听说你去看风景就好 不要到那个餐厅吃 现在好像可以免费停车免费到那个deck 看完《湖光三色》之后 我们就到下面的园里 有好多各样的雕塑 那其中一个就是这个 一看到这个 苏牧师苏师母就说 就说出这个雕塑的意义 有谁知道是什么 大声一点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那这些道德的教导 我们从小都知道 也都接受认同 但我们的表现如何呢 单单讲非礼物事吧 今天各个统计都显示 网络的发达 让更高更高比例的人 沾染上色情的诱惑 在男士当中的比例 高得惊人 在女士当中的比例 也逐年增加 青少年 甚至是还在小学的孩子们 无论男女 比例也是一代比一代高 值得强调的是 看色情东西的人当中 绝大多数的人 内心觉得 这些东西是污秽 是羞耻 不该看 有罪恶感 但后来还是去看 自己曾经打定主意 再也不看 从我自身的经历来说 初中的时候 第一次有同学 拿色情刊物来学校 给大家传阅 后来初中 高中 大学在军中服役的时候 都看到同样的现象 即使是那些跟我一样 胆子比较小 比较爱面子 比较在乎 维持高品格形象的同学们 也都被这些诱惑 强烈的吸引 所以人明明认同 非礼物事的原则 确实还是会想去看 光从这个例子 就可以显示 的确有黑暗权势的存在 促使人 会想去行 自己知道 该远离的事 所以不论我们每个人 是否主观的察觉 也不论我们是否承认 死和罪 在世人当中作亡 都是客观的事实 而且无论是 陈吉斯汉的蒙古帝国 或者是凯撒大帝的 罗马帝国 统治的版图 都远远比不上 死和罪 这两个坏王 这两个坏王的统治 是遍及全世界的 每一个角落 人类所有的族群 所有个人的死亡率 都是百分之百 至于罪 人也许可以掩饰或压抑 罪行的外在显露 却我没有一个人的心思意念 毫无罪性确实存在的痕迹 我们看看五章十二节 短短一节 就三次提到罪 两次提到死 接下来的几节 也是一样 其实接下来的第六章 第七章 都是一样 那我在讲 罗马书第三章的时候 曾经提过 三章九节 是罪 这个字 以单数 专有名词的形态 第一次出现 而且被描述成 是一个 可以控制人的权势 那在五章十二节之前 这个单数 专有名词形式的罪 只有在三章九节 和三章二十 出现过两次 但是从我们今天开始 读的五章十二节起 一直到八章六节 出现了 到八章十节 出现了四十二次之多 同样的 在五章十二节之前 死 以单数专有名词的形态 出现 只一次 在五章十二到八章六节 出现了十九次 其中有七次 死和罪 是摆在一起被提到 那如果用戏剧做比方 五章十二节之前 死和罪 都只是短暂的登场 先跟大家打个照面 但从五章十二节开始 他们正式登场 一直到八章的前半部 都站在舞台的中心 担任主角 演出的分量最重 是焦点的所在 那我用主角或主角 来称呼他们 这两位完全不夸张 因为在五六七章里面 罪真的被描述的是 像人一样 他会做王 人会顺从他 会付工资给他 他会抓住机会 他会引诱人 他还会杀人 所以他们不是消极被动的东西 而是类似人一样 在非常积极地采取行动 那么死和罪 是从何开始做王的呢 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的 一大要点就是告诉我们 所有世人之所以从一出生 就落在死和罪 全都是因为人类的老祖宗 一个人 也就是亚当 那先看一下 我自己根据这段经文 做出的图表 那五章十二节 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这个人 我们知道就是亚当 他所做影响全人类的一件大事 就是他在医院园里面 没有遵守神的吩咐 吃了神清清楚楚 吩咐他不要吃的果子 那他做的这件事情 十四节和十六节 说是犯罪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二十 称这是过犯 十九节说这是悖逆 他犯罪悖逆的结果是什么呢 十二节说 罪就从他入了世界 不但如此 罪又带来了另一个后果 就是死 那十四节说 死做了王 二十一节说 罪做王 亚当犯罪悖逆神之后 罪跟死这两个坏东西 就一起进了世界 而且一起做王 他们影响的当然不只是物质世界 最大的影响是众人 也就是全人类 十二节说 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 在十二节最后又补上了一句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这个补上的这一句 就让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 死临到众人 到底是因为亚当的罪 还是众人自己的罪 为了免得大家打瞌睡 临时抽稿 请你跟你旁边的人 两个人或三个人讨论一下 到底我们这个会死 到底是因为亚当的罪 还是众人自己的罪 分枪讨论一下 好 所以亚当犯罪 十二节说 罪从亚当一人入了世界 十九节 因亚当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二十一节 罪作王 所以亚当犯罪 把罪性带信了我们全人类 罪作王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罪的权势之下 我们全都犯了罪 十四节 我们犯的罪 就算和亚当犯的罪 不完全相同 也是犯罪 我们每一个人 在罪的权势之下 都各自犯了 自己该负责的罪 死临到众人 不能光怪亚当 而是因为我们众人都犯了罪 所以不只是罪作王 死也作王 再看一次 我刚刚做的这个图表 这是亚当犯罪 带给我们全人类的影响 亚当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 亚当这个名字 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 意思就是人 他是全人类的代表 世界上所有的人 都是从他而出 那五章十二到二十一 最主要的重点 不是停在亚当 害了全人类 落入悲惨处境 而是要告诉我们 神已经为我们 预备了得救之道 也就是耶稣基督 这段经文里面 有许多耶稣与亚当的比较 当中有很多是类比 就是他们的相似之处 在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里面 这十节经文里面 一人或一字 这两个词出现了十二次 而众人也出现了八次 刚刚我们看的是 亚当的罪是一个人 他一个人影响众人 现在加上基督的部分 绿色的部分 强调的是 耶稣基督的救恩 也是一人影响众人 这段经文里面 还多次用 旧如什么什么什么 和照样 那这是什么意味呢 也是类比 再讲后者与前者相似的地方 十二节一开始的 这旧如 目的是要说明 旧如亚当一个人 对全人类造成影响 照样耶稣的救恩 也可以影响全世界 那在原文里面 旧如是出现在十二十八 十九二十一 只是中文圣经 有几处没有翻出来 大家如果手中有英文 比如说NIP圣经的话 你就会看到 是有四字的 just us 那在十八十九二十一节 有三主 旧如和照样 那虽然中文圣经 没有把十八十九的旧如翻出来 但是那个照样 全都翻出来了 这都是在把亚当和基督 做一个类比 强调他们共同的地方 就像亚当一个人 可以影响全人类 照样基督的救恩 可以影响全世界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十四节 圣经说 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想 这以后要来之人 指的就是基督 这边指的特别强调的是 这就显明 耶稣基督一次被定十字架 就可以影响全世界的 这个救恩计划 是上帝的智慧 早就预定的旨意 在这种经文里面还有几个词 经文里面也多次出现 一个是不如 还有另外一组是 若怎样怎样怎样 何况怎样怎样 岂不更怎样怎样 那这个意味是什么 是类比吗 是程度上的比较 是一个对比 程度上的比较 虽然亚当和基督 有相似之处 都对全世界 会造成关键性的影响 但是程度有差别 那这几个词 主要出现在十五到十七节 只是过犯 不如恩赐 若因一人的过犯 众人就都死了 何况神的恩典 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 恩典中的赏赐 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 十六节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 也不如恩赐 十七节 若因一人的过犯 死就因一人做了王 何况 那些受宏恩 又蒙所事之意的 岂不更 要因耶稣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做王吗 所以这边 不再强调的是 亚当和基督的相似 而是在强调 影响力 亚当远远不如基督 过犯带个人 负面的影响 虽然大 却不如神 赦罪的恩典伟大 亚当带给全人类 毁灭性的影响 虽然可怕 耶稣带给全世界的盼望 却远远超过他 所以虽然亚当和基督 都是一人影响众人 在耶稣基督里 恩典的力量 是加倍加倍 胜过罪恶和死的权势 如果说亚当做的是 把整个人类全拉下水 带进灭亡的成人之中 基督做的就是 把人拉上来 拯救人脱离死亡 来得到新生命 那亚当拉人下水 是透过犯罪 他犯罪 那基督救人 是怎么救的呢 十八节说 因着他一次的异行 十九节说 因着他一人的顺从 这指的就是 耶稣顺服父神的旨意 被定十字架 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 因着他的宝血 涂抹了我们的罪 我们就不再被定罪 而被神称为义 这就是五章十五节到十七节 一再重复强调的 恩典和恩赐 人接着这恩典 就脱离了罪的权势 被称为义 也脱离死的权势 得着新生命 从今之后 不再是罪和死作王 而是恩典和新生命作王 讲了这么多之后 知不知道这些道理 有什么大不了的 对我们的生活 有什么影响 首先我希望所有在座的 尤其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今天我刚刚讲的其他内容 你都忘掉没有关系 但是希望有一件事你一定要记得 那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人 包括你和我 都是属于两个关键人物的其中之一 你要么是属于亚当 你要么就是属于基督 从我们肉体的生命而言 我们每一个人一出生 就属亚当 这是百分之百 没有例外 除非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来成为属基督的人 我们就依然属于亚当 继续像亚当一样 活在罪和死的权势之下 这一生跑不掉 一定会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罪作王死作王 但是神让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而死 已经把那个称义得心生命的恩典 预备好 让人人都有机会可以得 什么样的人会得到这恩典呢 没有什么特别条件 只要人愿意相信接受 就可以得这个恩典 就可以脱离于亚当的关系 来成为属基督的人 那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我们每个人自己做什么选择 你是选择继续属于亚当呢 还是你选择要来属于基督 很多人都说 哎呀不想太早做选择 其实你拖延一天接受基督 就是在选择多一天 继续做属于亚当的人 也就是选择让罪和死 多一天在你的生命中作王 你如果相信 让罪和死继续做你的王 对你不好 而让耶稣做王是蒙福的 那就不要拖延 早早让这个完全的 王权的转移 在你身上发生 好至于已经相信 接受耶稣基督的人 圣经要我们清楚知道 两件关于罪和死的事 第一 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的时刻 一件关键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不管你主观是否感觉得到 那个关键的改变 已经发生 就是王权的转变 早先 罪的问题没有解决 罪作王 死作王 不管你多么努力地抗拒罪 不管你多么努力地向善 你都是活在罪和死的权势之下 只要你是属亚当的人 你就是罪和死统治之下的子民 这就跟你的国籍一样 除非有另外一个国家 接受你做公民 你就是那个元属国家的人 他对你有侠管权 由不得你改变 但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这个国籍的转变就发生了 在我们教会稍微有六七年以上 大概就听过我举过一个真实的例子 那我再举这个例子 我觉得这个例子很能帮助人了解 四十多年前越战期间 很多的婴孩成为孤儿 这里面包括很多被遗弃的混血 那当南越即将战败的时候 美国福特总统基于人道 下令派专机去把这些孤儿 接来美国 给那些愿意任养他们的家庭收容 当时情况非常的紧急 因为除了年岁不等的那些小孩之外 还要救很多才出生不久的baby 那光派这个军用的运输机来不及啊 所以许多迷航机的飞行员和空中小姐 出于爱心都自愿冒生命危险 去救那些婴孩 你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到 一架七四七大型客机上 座位底下 座位上摆满了一个个装着婴孩的 这个car seat或carrier 很多参与这个救难飞行任务的人 牺牲丧命 包括三十八位非军职的飞行员和空中小姐 但是因为他们爱心的行动 有两千两百多位孤儿被救了出来 当这些孤儿们搭上飞机的时候 国籍的改变 王权的改变 就已经发生在他们身上 虽然他们当时根本无从体会这个改变 对他们未来的影响到底会有多大 这个改变都已经发生 而且是实实在在有效力 那圣经要我们知道 当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那个国度权柄 关键性的转变 就已经发生 这是我们每一位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在面对罪和死的问题的时候 第一件 要尽可能清楚知道的事 第二件 要尽可能清楚知道的事 是你越清楚知道 你在新国度里的身份地位和权利 你就越有可能 在你的生活当中 经历那个国度 一切的大能和丰盛 当初这两千多位孤儿来到美国 不到几个月 所有的孤儿都有家庭认领收养他们 然后后续的调查显示 这些孤儿当中有非常高的比例 后来有非常好的发展 在过去48年当中 有些机构定期举办特别的聚会 让这些孤儿和收养他们的家庭 以及当初参与拯救他们的工作人员 有团聚的机会 比如说在其中一次团聚 有两个人非常惊喜的重聚 他们当初曾经在越南的孤儿院里玩在一起 来到美国之后 30多年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没有见过面 那在电视的访问当中 他们心中都充满感激 知道如果当初没有人救他们出来 他们多半活不到今天 就算活着也会被人歧视 一辈子待在社会的最低层 那因为被拯救带到新环境 他们得到新身份 得到接纳 得到爱 得到机会 如今一位是医生 一位是医生助理 都有好的生活 而他们都知道 这全是恩典 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 也许你刚信主的时候 你不明白救恩的宝贵 但是如果你更多认识明白 你在这个恩典当中的地位和福分 你的生活态度 以及你的经历 都可以很不一样 那在这边有一件事情 值得大家特别留意 我们仍然活在亚当里的时候 圣经说是罪在作王 死在作王 但现在请你看看 我们属于耶稣基督之后 这段经文说 谁在作王 大声说 谁作王 恩典作王 很好 还有呢 谁作王 二十一节说是恩典作王 没问题 十七节 谁作王 是信主 领受神恩典的人 作王 而我们的作王 当然是借着耶稣基督作王 是与他一起作王 我们与他的关系越紧密 就会越多体验到 与他一同作王的实际 所以一方面 在我们相信接受主的时候 那些关键性的改变已经发生 另一方面 在因性成义之后 我们越多明白这个恩典的宝贵 存感恩的心 来相信他 依靠他 紧紧连接于他 多多知取他的恩典 我们就会更多经历到 我们在这个恩典和新生命当中 与基督一起作王 这是基督徒因信得生 向罪和死发生的一大关键 几个星期前 我参加这个福音信严经的小组茶经的时候 带茶经的姊妹在一开始 请大家分享参加葬礼的经验 很有意思的是 每一位分享的人 不论是已经信主的 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 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 就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基督徒的葬礼的时候 非常惊讶 整个的气氛 与自己过去参加过的葬礼 大不相同 我自己亲身的经验也是如此 我才信主之后不久 我在洛杉矶的团期里面 有一位弟兄有家人过世 那是我第一次去参加基督徒的葬礼 去之前 我因为受了从小到大 所有经验的影响 心中嘀嘟咕咕 有很多的惧怕 但是去了之后 我非常非常的惊讶 基督徒的葬礼 竟然可以美丽到 让我深受震撼 从那天之后 接近四十年当中 我参加过多道数不清的葬礼 对我来说 毫无疑问 基督徒的葬礼 的的确确有充充足足的理由 与其他葬礼大不相同 虽然同样的身体的死亡 会让亲爱的人突然有了隔绝 再也无法像原先一样 面对面的说话 或者是拥抱 所以这自然会 还是让我们伤心难过 而且这个伤心和思念 也有可能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但是基督徒的葬礼 与其他葬礼大不相同 它不仅仅是因为牧师主持的方式不同 或是牧师以及大家在葬礼中所讲的话不同 我发现是因为圣经教导的真理 早在那葬礼之前 已经在信主之人的生活当中 产生了实质的改变 随着每个基督徒在主里灵命的成长 我们自己对于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地位 有越来越清楚的认知 那就在身体的死亡临到之前 已经感受到身体的死亡 不再如早先以为的可怕 因为知道我们在基督里 已经确确实实有了永恒的生命 我们也可以随着基督向死亡夸胜 据我父亲做的例子 他年轻的时候一直拒绝福音 后来对他来讲是很不幸的 他的三个孩子一个接一个信主 那我父亲之所以开始每周去教会 每天早上四点多起来读圣经 完全是为了要救他的孩子 脱离他认定是谎言的信仰 那后来我的母亲也想信主 这就把我父亲给集坏了 但是感谢神的怜悯 我父亲七十岁的那一年 在一个福音营的最后一天早上 圣灵触摸到他内心的深处 他就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表示他要信耶稣了 接下来的十一年里面 我们看到他的身体是一步一步的退步 但灵命却一点一点的成长 他最后一次到教会敬拜 他因为又有Alzheimer 又有Parkinson 身体已经非常的虚弱 但在唱诗敬拜的时候 他心中有强烈感动 他还是使尽全身的力气 站起来唱 但是没想到可能是耗尽了太多的体力 后来突然休克 还好教会里面有弟兄是医生 立即给他急救 救活了以后赶快送医 那因为在那天之前的两周 我才特别回洛杉矶一趟去看他 所以他这次住进医院之后 就特别交代 叫他们跟我讲 专心在教会是否 不需要再急着跑一趟 接下来几天 我父亲在医院的情形 也的确渐渐地稳定 那我母亲姐姐哥哥都在洛杉矶 他们都可以轮流在医院陪伴 有一天早上 我姐姐和母亲 陪伴我父亲 有早上的灵修 为他吃过早餐 然后让他闭母养神休息 那我姐姐和母亲 陪伴在病旁的时候 我父亲突然睁大了眼睛 向上观看 脸上的表情就好像 看到了什么非常美丽的景象 那我母亲一开始 觉得蛮有意思的 然后突然意识到 我父亲大概要走了 我母亲的第一反应 是想要立即按铃 叫医生和护士来解救 但是我的姐姐经验丰富 里面成熟 她看到我父亲 那个美丽的神情 就轻轻地对我母亲说 让他平安地回天家 我父亲就安息了 如今十六年过去 我母亲回想讲到这件事情 她都是感谢 我那灵命成熟的姐姐 虽然那天 我接到我姐姐的电话 一听到消息 我腿就软了 就跌倒在地上 之后我也因伤心思念 哭了很久很久 其实现在有的时候 思念我父亲 也会一时情绪激动 但是我父亲的葬礼 真的非常美丽 如同圣经诗篇 116篇15节所说的 在神眼中 看圣民之死 极为宝贵 那一直到今天 我都踏踏实实地感觉到 更是满心感谢赞美神 全家人都谋恩 脱离那个死亡 罪恶权势的咒诅 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王 我们的主 是何等宝贵的恩典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恩主 耶稣基督 带下神恩典的事实 早就确确实实地发生 圣经的教导 也就早就清清楚楚地 在圣经里面显明 相信天父的心意 是要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 更深地明白 这些恩典的宝贵 好好的珍惜 相信天父的心 也是不断地在召唤 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早早地选择接受神的恩典 从此不再属亚当 而属基督 能够进入那有丰盛生命的恩典当中 求主在我们这个教会 继续来施恩 让整个教会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 那丰盛的恩典 正在我们当中 圣灵在运行 把每个人更多带到神的面前来 因为神要向我们赐的恩典 这丰富是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 愿主继续做工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